大家好,这里是向阳花木,我是卓宇先生。 向尤新生,特朗普和拜登,从面相分析性格。 看到这个标题,可能有很多人会疑问,面相靠谱吗? 因为我们一看到面相这个词,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面前摆个挂摊。 身后立个牌子,上面写着半仙两个字。 一股迷信和套路的味道油然而生。 但是今天,我讲的面相并非迷信。 从个人经验上来讲,我自己工作中面试了至少上万人。 目前基本上给我看一个人的两张没有修饰的面部照片,就能判断他的性格。 而且这方面的经验也并非我个人独有。 绝大多数的优秀领导者都有很强的识别人才的能力。 古时候呢,有曹操、曾国藩,那我们现在呢,也有巴菲特、马云等等。 这些拥有优秀领导力的人,基本也都有高超的阅人能力。 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人的相貌是由遗传基因和后天环境决定的。 相貌的基因和性格也相关。 基因本身就决定了人相貌的很大部分。 后天环境中,营养、发育又会产生影响。 那么具体基因的部分和后天环境的影响分别占了多少吗? 现在科学界还没有定论。 但是,遗传基因决定了人的面部轮廓。 而后天环境中,人会形成或短期或长期的情绪反应。 这些情绪反应大多数会有面部的表情反应。 长期下来,经常使用的肌肉就粗大,不经常使用的肌肉就细小, 从而形成特定的面部结构。 那这个呢,也叫做性格肌肉。 这就能揭示一个人的性格。 那么有人可能就有疑问了。 有些演员经常扮演性格迥异的角色, 而且那些角色栩栩如生。 那如果演员假装出不同的性格, 那通过面向去试人,不就是无效的吗? 首先,那些演得非常好的演员, 绝大多数都演跟自己性格类似的角色。 所以大多数演员的系路都是固定的。 有些即使要做很大的挑战, 演跟自己性格不太类似的角色, 也要有很长的准备期。 比如张国荣为了演好霸王别姬中的成铁衣, 提前半年去学戏,去体验戏班生活。 八级版的《红楼梦》更是全部在 《圆明园一起住了三个月》去体验。 其次呢,大多数影视作品是反复拍摄一个镜头, 后期在通过精挑细选和剪辑才制作出来的。 所以很多时候, 演员们只是在短时间表现出一种性格状态, 人是很难长时间表现出一种跟他性格相违背的状态的。 所以,通过面向去识别人的性格是绝对可靠的, 并不是迷信。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 我们为什么要分析性格? 而且有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我看他做什么就行了呀, 我分析他性格干什么呢? 那我下面就跟大家讲讲。 一所预言中有个故事, 一只蝎子和一只青蛙在河边相遇。 蝎子请求青蛙背他过河。 青蛙问, 我怎么知道你到时不会遮我? 蝎子回答, 因为我遮你的话就会淹死啊。 青蛙同意了, 于是他们出发。 但是在河中央, 蝎子遮了青蛙。 青蛙浑身不能动弹, 开始下沉。 青蛙在快要沉到水中的时候, 问蝎子, 为什么遮我? 你不是说不遮我的吗? 这是我的本性, 我忍不住啊。 蝎子回答, 那么这个故事揭示了什么呢? 孙子兵法中, 把对战双方的基本面称为行, 把临时的变化称为是。 行是根本, 基本不太会变的。 是是根据条件随时会改变的。 那一个人的本性就相当于行, 而他因为利益、情绪、 临时或者短期做出的抉择, 做出的行动, 说出的话就相当于是。 蝎子在岸上请求青蛙的帮助的时候, 没遮青蛙是是, 到了河中, 忍不住遮就成了行。 所以看明白一个人本性如何, 才能判断其行动逻辑。 一个人可以短期做一些 违背内心本性的事情, 但是长期还是会回归本性, 因为他会忍不住做出很多跟他本性一致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里不根据一个人的短期行为去做评价, 而是真正看清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美国大选目前在焦灼中, 今天第一次节目就因美国大选的紧, 来看看特朗普和拜登的面相, 揭示出的性格, 看看到底有哪些方面是他们表现出来的, 而又有哪些方面是不为我们所知的。 那首先呢,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特朗普和拜登的生平, 让大家有个简单的了解。 先来看看特朗普。 特朗普1946年出生于纽约皇后区, 父亲是一名比较成功的房地产商, 属于德国移民的后裔, 母亲是苏格兰人, 17岁移民至美国从事雍工。 特朗普出生的时候, 他父亲41岁, 母亲34岁。 特朗普有两位分别大他9岁和4岁的姐姐, 一位大他8岁的哥哥, 还有一个小他2岁的弟弟。 13岁的时候, 特朗普进入纽约军事学院, 纽约军事学院是属于 中学, 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学。 中学时候呢, 特朗普属于运动细胞特别好的类型, 在校第三年成为校橄榄球队和棒球队成员, 第四年又加入校足球队, 还担任了一年校棒球队队长。 1964年, 从纽约军事学院毕业后, 特朗普进入福坦莫大学, 两年后转到沃顿商学院, 1968年, 获得经济金融学学士学位, 之后进入他父亲的房地产公司工作。 相较于他哥哥, 特朗普更受父亲待见, 在父亲身边历练三年以后, 1971年, 特朗普接管公司。 他不愿遵循父亲的经营方向, 继续从事低端房产领域, 所以1972年, 他就进军了曼哈顿房产领域。 70年代到80年代, 特朗普投资的主要项目有, 1980年开业的纽约军越大酒店, 1984年开业的特朗普大厦, 1985年购入的海湖庄园, 另外三家赌场, 1984年开业的特朗普广场, 1985年开业的特朗普城堡, 和1990年开业的特朗普太极林赌场。 1988年, 他购入纽约广场饭店, 1989年投资东方航空快线, 被改名特朗普航空, 但是90年代, 特朗普的资产, 因为经济危机, 面临全面崩溃。 相继四次破产, 三家赌场和特朗普航空, 都因为经营和财务情况恶劣, 分别被破产和出售。 整个90年代, 特朗普的经营状况一直不算太好。 但90年代后期, 特朗普还是购入了通用汽车大楼, 在佛罗里达州开设了特朗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 在联合国广场, 行建特朗普世界大厦, 并于2001年建成。 同年在曼哈顿的哥伦布圆环, 开始建造特朗普广场。 2002年, 购得特朗普公园大道大厦, 2004年, 他参与真人秀节目《学徒》大受欢迎。 同年, 特朗普酒店及赌场饭店宣布破产重建, 并将公司更名为特朗普娱乐休闲公司。 2009年, 该公司也因为次贷危机跌到市值不到1000万美元宣布破产。 2009年以后, 特朗普主要经营自己的现有资产, 然后就是2016年, 特朗普与共和党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并当选。 特朗普有三段婚姻。 第一任妻子是时装模特, 伊凡娜·泽尼科娃。 二人婚姻从1977年开始, 一直到1992年。 两人拥有三位子女, 分别是小唐纳德·特朗普, 伊万卡·特朗普, 埃里克·特朗普。 第二任妻子也是模特出身, 名叫玛拉·梅普尔斯。 二人婚姻从1993年持续到1998年, 共同生育了一位女儿, 蒂菩尼·特朗普。 第三任妻子还是模特出身, 就是现任总统夫人, 梅拉尼亚·特朗普。 二人于2005年结婚, 目前育有一子, 巴伦·特朗普。 以上就是特朗普的生平介绍。 我们再来看看拜登的生平。 拜登于1942年出生于 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 属于爱尔兰后裔。 拜登祖父是富有的石油商人, 但是到其父亲的时候家到中路, 其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失业, 家庭一度极端贫困, 不得不借助在拜登外祖父家中。 后来拜登父亲找到二手汽车销售员的工作, 家庭情况才好转, 逐渐达到中产。 拜登有个小三岁的妹妹, 另外还有两个弟弟。 拜登十岁的时候全家搬到特拉华州的克莱蒙特。 拜登高中时也有很好的运动细胞, 不但是校橄榄球队成员, 还是校棒球队成员。 1961年, 拜登从克莱蒙特的阿驰米尔学院毕业, 随后进入特拉华大学。 1965年毕业, 获得文学学士、 历史学与政治学学士双学位。 拜登二十岁以前一直有较严重的口吃, 一直到二十岁初才有所改善, 后来也是在他的妹妹帮助下才得以完全克服。 1968年, 拜登从雪城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 并于1969年进入特拉华律师协会。 1970年, 拜登以民主党身份参加纽卡斯尔县政府公日竞选, 并顺利当选, 进入县议会。 两年后, 三十岁的拜登成为联邦参议员。 是美国历史上第六年轻的联邦参议员。 随后于1978年和1984年分别竞选连任, 并成功当选, 并于1987年至1994年出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 1988年竞选美国总统, 但是被揭发抄袭英国工党时任党魁金诺克的演说, 而被迫退选。 随后于1990年、1996年和2002年三次竞选连任, 成功获选。 2001年, 拜登出任参议员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 2004年, 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的首席外交顾问。 2009年, 拜登辞去特拉华州参议员, 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 一直任职至2017年, 奥巴马卸任。 拜登有两段婚姻。 第一任妻子是特拉华大学时遇到的, 纳利亚·亨特。 二人的婚姻从1966年开始, 共同育有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分别是伯拜登、亨特拜登、 纳奥米·克里斯蒂娜。 但是1972年, 拜登的妻子和女儿不幸在车祸中丧生, 两个儿子也受伤送医。 第二任妻子名叫吉尔·拜登, 就是他的现任妻子, 是一位社区大学的老师, 并且拥有一个学士学位, 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教育学博士学位。 根据吉尔前夫说, 二人于1972年相识, 并于1974年发生婚外情, 之后吉尔和前夫1975年离婚, 并于1977年和拜登结婚。 一直至今, 两人育有一位女儿, 阿什利·拜登。 以上就是拜登的生平简介。 好,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做面相分析。 我们会分别挑选二人少年、青年、中年和老年时期的四组照片做分析。 那少年时呢, 主要就是16岁以下, 青年时是20岁左右, 中年呢, 就是30到50岁, 老年的是60岁以上。 那我们先来看看少年时的特朗普和拜登。 这是1953年的特朗普和1952年的拜登。 这个时候呢, 特朗普7岁, 拜登10岁。 我们知道大家看到这两张照片是什么感觉。 我的感觉是年少期盛的特朗普和三好学生拜登。 我们每个人呢, 在一定时期都会有特定的自我意向。 就是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你心中的自我的完美形象。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 不会完全跟我们的自我意向一致。 但很多时候呢, 会表现出自我意向的倾向。 如果从超级英雄中给这时的两人找偶像, 拜登找的不是超人, 就是美国队长。 那么大家猜猜特朗普会找哪一位? 特朗普会找他自己。 这个时候的特朗普呢, 既有感觉自己能成为任何人的想法, 但是也有一些不自信。 他眼神和嘴巴表现出的性格状态是, 有些完美主义倾向, 非常渴望别人的夸奖来肯定他的优秀。 他的整个脸部呢, 比较瘦削, 这种状态可以用轻瘦来形容。 所以也可能会有偏科的情况。 这里的偏科呢, 不只是学习, 包括在某一方面, 特别不受社会欢迎, 比如调皮捣蛋等等, 都算是偏科。 而偏科的部分呢, 一般也会引发老师或者父母的批评。 当特别渴望夸奖和肯定的人有某方面总是被批评的时候呢, 他更在意被批评的部分, 而非被肯定的部分, 所以会引发某一方面的逆反现象。 就比如他会故意的调皮捣蛋, 或者呢, 去做一些比较出格的事情。 一方面呢, 能获得大人的关注。 另外一方面呢, 对批评他的人呢, 也是一种抗议。 那拜登的这张照片呢, 就是标准的小正态。 少儿时的拜登整个脸部非常匀称, 接近完美。 脸部的吸引力在遗传学上来说呢, 也是有意义的。 男性看到美女会被他强烈吸引, 女性看到帅哥也会被强烈吸引。 但是如果把美女和帅哥换成黑猩猩, 肯定都没有任何感觉。 这是上百万年人力进化中形成的性吸引力。 漂亮的面部特征呢, 表示一个人健康, 并且有良好的生育能力。 所以在照片中表现出来的完美形象, 给人感觉, 这个时候的拜登是一个乖孩子。 很善解人意, 很受大人喜欢。 但另外来看呢, 这么完美的展现, 一般可能会有两种。 一是他真的是一个三号学生, 二是他在某个方面有强烈的自卑, 但是他内心仍然非常积极, 有非常确定的向善的信念。 希望自己在别人面前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所以他有可能在学校是三号学生, 但是在家中却因为家庭环境比较自卑。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资料补充, 或者说佐证这个我们中间的一些猜想的话呢, 也可以贴在我们的留言区。 好, 那我们下面来看青年时期的二人。 1964的特朗普和1968年的特朗普。 我们先分析特朗普的照片, 先对他的青年做一个简单分析。 那后面呢我们再分析拜登。 这是特朗普18岁和22岁的照片。 1964年, 特朗普刚刚从纽约军事学院毕业。 意气风发, 整个人的状态都散发着阳光。 他的整个中学时期应该是学校的运动明星, 而且相貌端正, 家境英识。 所以整个人在这段时期的自信度非常高, 甚至可能平时还有些得以洋洋的状态表露。 面部相较少年时期呢, 略微有些发胖, 但基本还算紧致, 可以感受出他这段时期过得比较充实。 这个时候呢, 也没有未来该像哪里的迷茫, 能感受到他内心比较坚定。 那1968年的时候呢, 大学刚毕业, 拿到了沃顿商学院的经济金融学士学位。 我感受最强烈的是, 是他的自负。 但是这种自负不是那种实力强大, 常胜将军的自负, 而是一种因为身份地位, 或者就是自我意向塑造成, 从心地产生的高人一等的这种自负。 或者说这就是富二代的自负。 但他不是那种完全没能力, 只能拼搭和通过贬低他人的身份, 来满足自尊需要的富二代。 他的整个脸部的肌肉非常结实, 给人力量充实,强大的感觉。 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时候的拜登是什么样子的。 第一章,拜登19岁,1961年。 这个时候高中毕业。 第二章23岁,大学毕业。 这时候拜登从特拉华大学获得文学学士, 历史学与政治学学士双学位。 这两张照片中, 拜登的变化不太大。 唯一不同的是, 第一章中给人的感觉有种孩子般的天真, 而第二章中则能感受到 他对有些问题已经有了较深度的看法。 但是这个时期的拜登呢, 明显脸型比少年时有较大变化。 少年时的脸偏圆, 尤其是眉骨以下。 而青年时期呢, 脸部明显拉长。 不过仍然长得非常标致。 23岁的拜登明显非常自信。 这种自信是一种笃定式的自信。 既有自己大学历练从能力上获得的, 也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给自己打气的自信。 那整个肌肉比较引始, 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状态, 所以给人的感觉很可靠, 值得信赖。 所以这个时候拜登也很真诚, 从眉骨和眼神能看出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 也比较有个人魅力。 相对于特朗普, 拜登就是完美形象的代表。 那下面呢, 来到中年时期, 经过社会的洗礼, 二人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这是特朗普30岁和33岁的照片, 后面那张呢明显被修过了。 这时候的特朗普, 已经在商场中摸爬滚打接近十年, 第一张拍摄是明显没有准备, 甚至有些惊诧, 但我们并不向微表情分析去判断其心境, 所以我们判断其性格为表情没有太大影响。 那这张照片中的明显, 特朗普的肌肉表现出了一些不均衡的坠肉, 而且面部器官末端稍微有些肿大, 这往往是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形成的。 那关于这个,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就是我们总是不能说的那一位, 那具体是谁大家可以去猜。 这个时候特朗普的事业中的明显有一些是超出他控制的, 属于失控状态, 所以他的面部呈现不均衡的坠肉。 另一方面呢, 他的眼周和额头的肌肉明显增多, 呈现出一种方大的感觉。 这是什么状态呢? 这是蒙头往前冲的状态, 扑上去以后不会想后路的状态。 这跟那种没有选择要拼命不想后路不一样, 仅仅是他很喜欢从事大事业的原因。 特朗普应该很喜欢站在一个超级大舞台上, 叱咤风鸣的感觉。 他为了这种感觉不顾及一切风险, 而他能拿得出手的能力和特长呢, 不是战略, 也不是经营, 也不是用人。 似乎他找不到什么能拿得出手的绝火, 但是非要留在这个舞台上, 那最后他就发现了一样, 全力拼搏。 他是那种先把帽子扔过了墙, 再想办法翻墙的人。 所以他的很多能力都是逼出来的, 不擅长也得上。 后面一张呢就是精心拍摄, 可能有些修饰, 明显是为了展示他自信的一面, 但也能看出一些东西。 如果从大中小三种商业规模中看他最擅长的, 那中型规模呢还是能得心应手的, 比如说管理三到五家他型的酒店。 好, 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拜登。 你没看错, 这真的是拜登, 我不得不服岁月是把杀猪刀。 可见再单纯的人, 进了政治领域也难以保持单纯。 42岁和52岁的拜登, 虽然他已经完全没有了青年时期的帅气和纯真, 但42岁的他还有很强的想做实事的心。 这时候拜登已经非常老练了, 能看出来, 他脸颊和下巴厚实的肌肉, 而且他目光坚定, 双眉紧锁, 就有恒心, 很有决心, 整个面部肌肉是紧实的, 所以是想扎实做事的。 而且这个时候他已经非常善于政治操作, 所以对于自己的实力有非常高的信心。 但是当我看到52岁的拜登时, 我很惊讶, 这个时候他似乎已经把他的视野变成了饭碗, 脸部的肌肉从紧实变成了腐蚀, 脂肪也多了起来, 也或许是他厌倦了从事快30年的联邦议员的工作, 而且这个时候他从政应该积累了不少人脉, 地位也足够稳固, 所以维护高层关系已经上升到比维护选民关系更重要的地位。 目光中的涣散已经表示他失去了理想, 手中应该拿捏了不少人的把柄, 所以操控手腕也更加容易了。 这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职业政客, 当然他也是很有能力的职业政客。 那最后我们来看看2020年的两个人, 这是74岁的特朗普。 他给我的感觉是外皮松垮, 内核坚实, 但是的确是有一点点信用余, 但是体力或者能力上略有不足的感觉, 但是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没有特别明显的力不从心。 这也许是多年的商界挣扎练就的耐受力的帮助。 从他嘴角的肌肉能看出来, 他非常固执。 大家可以去看看丘吉尔。 回头我来讲讲丘吉尔, 他和特朗普的执着还是不一样的。 另外呢, 他的眉头紧索明显让他烦恼的是很多。 大家比较一下他现在的照片和他30岁的眉头紧索有什么不同。 30岁的眉头紧索是紧实的双眉, 困扰他的可能是几件大事。 而现在的特朗普是向眉心紧索, 这是属于万事繁杂, 愁云满布。 我觉得特朗普做总统这四年呢, 还是有很大成长的。 他年薪时那种, 我只想找我要的感觉, 其他我不管的这种做事方式呢, 已经改编了。 这点在他刚上任的前两年, 应该让他付出了不少代价。 现在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好, 这是78岁的拜登, 2020年。 他的整个面部给我的感觉是一层压在脸上的带着脂肪的皮。 这是他想保持不符合自然年龄的身形的表现。 这与他比较在意自己给他人的外在形象有关。 因为这个年龄已经很难保持年轻时的身形了, 但他在努力维持, 所以体现出不自然的面部形态。 但是面部的感觉还是比较厚实, 证明他还是有一些实力的。 另外, 拜登的嘴角经常表现出, 就是他的肌肉是属于下垂式的一种微笑。 这是一种缓解内心冲突的笑。 他笑的时候呢, 嘴部肌肉不是松弛的, 是紧张的。 但是整体给我的感觉是他不够可信。 我不知道他42岁和52岁之间发生了什么, 因为最大的变化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中国有句俗语, 人活一口气, 树活一张皮。 树活一张皮呢, 是因为树的运输管道都在皮上, 所有的水和养料都是从通过皮内的管道进行交换。 一旦把树中间割一个环心口子, 树就会死掉。 人活一口气就在于信念。 信念是人的自尊得以维持的基础。 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就拿妓女来说, 出去卖身就是防弃自尊。 在卖出第一步的时候是非常难的, 但是一旦做了第一次, 他就没有心理障碍了。 这也就是断了那口气。 同样的, 如果说一个人在去乞讨之前, 他会觉得乞讨是有失尊严的, 但是当他开始第一次乞讨以后呢, 他可能就彻底依赖乞讨为生, 他可能就彻底依赖乞讨为生, 丧失其他劳动谋生的念想。 这就是断了那口气。 对于有政治理想的人来说呢, 不去行贿受贿就是那口气。 一旦迈出第一步, 就可能踏入深渊无法回头。 拜登年轻的时候呢, 的确政治有为, 应该是美国人眼中的标准好男人的形象, 会很受欢迎。 但是52岁的拜登呢, 就已经开始改变了。 但是我还能看出他内心的纠结, 有一些增长。 那这个时候78岁的拜登, 已经对做一些违背道德, 是完全没有心理压力了。 所以呢, 就是能看出来有一些皮笑肉不笑的感觉。 那我们来整体分析一下两个人。 特朗普一直不是一个目标很清晰的人。 70岁以前可能都没有什么目标在引领他的行为。 他的行为逻辑基本都是寻找和创造舞台, 并成为舞台主角这么一条。 而且从小就能看出来他没有顾忌。 底线之上的规则他肆意而为, 什么能创造舞台, 吸引注意力, 就做什么。 所以他的很多行为使民众厌恶, 尤其是他口无遮拦。 这一点也是很多人讨厌他的原因。 但是做总统这四年, 总统这个职位给了他一定的使命感。 所以他的使命感强了, 但他肆意而为的行为习惯还是保留了下来。 就是他敢做很多公众人物不敢做的事情, 而且惯于打破规则。 特朗普的这个行为逻辑来源于他自己没有目标和使命的原因。 平均的人有致富的需求, 生病的人有健康的需求, 被漠视的人有被尊重的需求, 但是这些小时候的特朗普应该都不缺。 所以没有形成心理需求的锚点。 所以他寻求冒险和聚光灯的唯一原因就是, 他需要证明自己活着。 但是特朗普非常聪明, 他很清楚大众的底线, 他知道破坏了底线就会失去舞台, 所以大众的底线就是他的底线。 拜登呢, 小时候家里就很贫困, 他又是家中的老大。 如果父母关系还比较融洽, 家中的老大就会特别懂事。 拜登应该就是这样的类型。 他年轻时期应该一直都是三好学生, 美国好男人, 也很努力。 贫困和口吃就是他幼年心里的需求锚点。 他想要自强和改变。 但是中年以后呢, 他可能是疲倦, 或者是某个特定事件的影响。 他没有青年时期的政治了。 所以现在的拜登呢, 我不觉得他有理想。 但是操纵能力, 政治上的手腕, 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再说一下, 最近关于美国大选的各种阴谋论。 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进行大规模后台操纵是可能的。 但是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 大规模后台操纵不太可能。 但也并不是说大规模舞弊现象不会发生。 这就谈到一种现象, 涌现。 通常情况像公司、 国家的管理是从上到下, 权力基本都是依附于最高级的, 最高级的决策一层一层传到最底层。 而涌现通常是生物界的情况, 比如基因变异, 通常是最底层在简单规则的约束下产生变化, 然后一层一层传递, 最终变化传递到顶层。 因为底层数量巨大, 每一个都有可能有不同的变化, 最终可能会导致整体产生几百亿, 甚至无数种形态, 这就是涌现。 而选举是一种涌现现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倾向和选择, 最后如果中间有大多数人有所偏颇, 就会有大规模的舞弊。 另外, 目前出现的各种媒体和大众的单一倾向, 会不会有国家被操纵的感觉呢? 有可能, 媒体对言论的选择可能都是媒体自己的决策。 每个人的意见倾向, 也都有可能是他自己的倾向。 但是当这些倾向都趋于一个方向时, 就会让大家有媒体被大规模操纵的感觉。 那这种情况会不会有害处? 当然了, 每个人他自己的感觉可能只是略微偏颇一点点, 他觉得不会有什么害处。 甚至每个人觉得我的意见稍微有些左倾或者右倾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大规模的群体这种观念偏颇, 就可能导致国家的灾难。 别忘了, 希特勒也是被选举伤害的, 因为经济的不景气, 绝大多数人都对现状不太满意, 所以最能做出各种不切实际的承诺来满足民众需要的纳粹和希特勒, 就被推举上台。 但是上台以后的决策, 一部分是他自己的, 但也有另外一部分是身不由己的。 民众的意愿, 党中的利益, 各种裹挟, 都推动了纳粹党, 最后走上一条万劫不复之路。 而当代的例子就是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的根本改变是查维斯政府开始的, 查维斯是1998年以56%的得票率当选为委内瑞拉的总统的, 上台以后就实行一系列社会主义政策, 加强国有化和增加社会福利, 同时削弱自由经济。 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因为导致委内瑞拉经济下滑, 产生了更多的贫困人口, 而这些贫困人口对国家福利的依赖性就更强了, 就更增加国家对经济管控的需求。 最后发展的结果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委内瑞拉, 名声凋敝,政治腐败。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主要讲出了拜登和特朗普的面向所揭示的性格。 下一期我会跟大家讲讲科技巨头的CEO们。 另外留给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经常听到一句口头禅, 我对视不对人。 那么这句话在什么情况下是有价值的? 什么情况下是有害的? 我是朱鱼先生,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说到这边幻脑子的话, 我们下期间也好。 我们下期间别提出了资讯, 能从此幕开始一复 Liu echo 感谢观看